什么是核酸检测 如文医生科药专家任辉 西岸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核酸检测是我们用于 诊断病毒感染的一种检测的方法 包括了DNA病毒或者是RNA病毒 那么这一次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 它是一种RNA病毒 那么在这一次流行的过程当中 正是借助于核酸检测 能够帮助临床的医生 正确地来识别出感染的患者 那么我们在这个医疗机构里面 通过鼻咽视子采集患者的体液 进行核酸检测来识别感染的人群 所以在机场包括有这种疫区接触史 还有到过疫区还有疫区国的人员呢 返回国之后都需要进行核酸的检测 当然也包括我们原武汉原厄的医务人员 当返回到自己的居住地和工作场所的时候 也是通过核酸来检测 明确它是否有过被病毒感染 那么近期的话 北京的这个疫情有所反复 我们国家也是展开了大规模的人群的核酸检测 通过核酸检测的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来筛查出 有可能被感染的这部分人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